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一条 本期带来一个小伙被忽悠,参加了和死人打架刀的工作故事 影片的开始,男主小林和一位老社长驱车前往一家做神秘仪式 他们两个人都是入恋士,简单点来说就是做驱逝仪式的人 主要的工作就是给驱逝的人擦洗身体,化妆,穿衣服等工作 老社长负责主要的工作,小林则负责做辅助的工作 此次的死者十分漂亮,这也不禁让小林感叹起来 在社长的鼓励下,小林担任了主要工作 一番仪式后,开始为死者入恋 这是小林第一次正式做入恋仪式 奇怪的是,小林在为死者做入恋时发现了异样 眼神转向了旁边的老社长请教 社长去询问死者的家属得知 死者是他们化妆成女性的儿子 原来看似美丽的女孩却是一个男孩子 小伙虽然是男儿身,但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女人 平常打扮都是女孩子的样子 最终,她的母亲选择了女孩子的妆容 完成儿子的心愿 时间来到了两个月以前 小林拉着自己的大提琴正进行一场交响乐的表演 此时的她是一位大提琴演奏者 演奏结束后,在后台,小林抱怨观众很少 这时,剧团的老板进来告诉大家 由于人气太少,剧团不得不解散 小林好不容易找到她工作 上班第一天便再次失业了 刚刚买了新的大提琴,贷款还没有还完 当媳妇美香知道大提琴加值一千多万日元时 她并没有责怪丈夫的行为 而是安慰她重新振作起来 打算做饭时,美香发现章鱼居然还是活的 瞬间吓了一跳 两人商量后,跑到河边准备放生 看着慢慢游走即将回家的章鱼 小林想到了从小长大的小村庄 那里远离城市的喧嚣 没有大城市的生活压力 生活是很惬意悠闲的 空气也要比城市好得多 于是,迫于生活的压力 小林安口决定卖掉大提琴 回到乡下生活 乡村的生活令大城市的美香很是感叹 原来生活也可以这么平静优雅 但想要生活下去 工作也是必须要有的 否则坐吃山空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小林看到了报纸上登的招聘广告 虽然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工作 但她决定试一试 第二天,她来到了应聘的公司 见她的人是一个老头 是公司的社长 面试的问题很简单 社长只是问可不可以做全职 小林回答可以 竟然直接被录取了 如此简单的面试 她也是第一次遇到 不仅如此 社长给出的价格更是离谱 一个月的工资高达50万日元 如果不放心 还可以一天一结算 这让小林受宠若惊 询问了一下具体的工作 社长支支吾吾 只是说当住手 在小林的一再追问之下 社长不得不说出了实情 他们的工作 就是负责死人的处理仪式工作 这个回答让小林十分震惊 拿出广告单 仔细询问 这里不是写着旅行社吗 社长在报纸等的广告 玩的文字游戏 忽悠小林这样的人来入职 毕竟这项工作不太容易被人接受 所以只好出此主意来招工 社长很确信 小林一定能够胜任此项工作 当即拿出今天的工资给了他 看着眼前不明所以得到了工资 小林一脸懵逼 破于生活的压力 小林只能暂时应下这项工作 回答家那小林很是开心的 买了高级牛肉来庆祝 每乡追问究竟是什么工作 小林并没有告诉每乡事情 第二天小林准时来到公司上班 同时上层百合子 给小林介绍一些公司情况 小林入职后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和社长在演播时 录制入恋流程视频 扮演一具尸体 社长为他入恋 社长在他的脸上涂上白霜 为他刮面 为他擦洗身体 忍不住痒痒的小林 被社长不小心在脸上划了一刀口子 顿时 小林的脸上充满了鲜血 第一天上班便意外受伤 可怜的小林呢 带着伤口的他回到家 故意遮掩伤口 面对每乡的询问 小林撒了谎 每乡也抱怨 真是奇怪的公司 再次去上班的小林 询问社长 自己具体要干些什么 总不能一直闲逛吧 社长只是说 去了自然就会知道 他们两个来到一户 因独居去世的老人家里 根据公司人员介绍 老人已经去世了两个月 直到今天才被发现 里面的情况比较严重 走进去后才发现 老人家里满是垃圾 并充满了腐臭味 小林刚刚踏入房里 扑面而来的腐臭味 让他不断地干呕 社长让小林抬起老人的脚 小林实在是忍不住 吐了起来 结束工作的小林 不断地闻着自己身上的气味 回家之前 他去了小时候 一直洗澡的澡堂洗澡 小林不断地清洗自己 想要去除误会 在这里 他遇到了自己年少时 母亲的朋友 澡堂老板娘 老板娘和小林亲切地打招呼 称赞他有出息 赞赏他辣大齐心的工作 内心压抑的小林 晚上回到家 看到美香端来的死鸡 不由地联想到今天的尸体 让他忍不住呕吐起来 突然 小林抱住美香 在他的身上 不断地摩擦 寻找活着的气息 深夜 他拿出自己儿时的大齐琴 想通过音乐来安慰自己的内心 碰巧 从里面发现一块 被包着的大石头 小林拉着琴 想到了自己儿时和父母在一起 一起练琴 去澡堂 去河边嬉戏地尝酒 第二天 他站在桥边 看着水里拼命向上游的鲑鱼 一旁的老人解释 鲑鱼拼命地向上游 是为了回到出生地死亡 小林并不明白 既然都是死 为什么一定要活得这么累 社长看到河边的小林 邀请他一起吃饭 并告诉小林 他就是天生干这个的人 这天 小林和社长来到一户人家 为其入恋 因为迟到 被这家人埋怨 入恋仪式很神圣 社长非常用心地 做好了每一个细节 小林在一旁看着社长的动作 死者的家人会在另一旁观看 这一幕 令小林体会到 入恋仪式工作的神圣性 每一处细节 平静而温柔 重要的是充满了爱 舒缓 完美 深深地打动了小林 社长问死者的家人 有没有死者生前用的口红 死者的女儿拿来一支口红 社长为其死者仔细地上妆 化完妆的死者 如生前一样美丽 死者的丈夫在一旁 悲痛地哭了起来 他们完成任务要走时 这家的主人前来道歉 并赠予食物作为答谢 此时的小林 慢慢体会到 入恋仪式工作的神圣地方 晚上 小林小亮口来到澡堂 一起洗澡 先洗完澡的美香 在老板娘那里 听到了小林坎坷的童年 小林小的时候 父母离婚 她没有在妈妈面前哭过一次 有什么事 都是自己默默承担起来 她独自一个人躲在澡堂 泪流不止 所以 小林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 善良孩子 如果有什么事情 美香 你一定要理解她 不要错怪她 老板娘的这家澡堂 是村里唯一一个 可以洗澡的地方 她的儿子经常劝她 让她卖掉澡堂 但老板娘坚持自己的想法 如果卖掉了 周围的邻居 以后该怎么办 可以看得出来 老板娘是非常善良的 常来泡澡的老爷爷 经常夸赞老板娘的美丽 老板娘十分的开心 晚上回到家的美香 开始询问小林父亲的情况 小林早也记不起父亲的样子 美香问 如果在见到父亲时 会是怎么样 小林会说 会揍她一顿 为了安慰小林 美香放弃了音乐 这是小林父亲最喜欢的音乐 其实小林很憎恨父亲 但她依旧没有将唱片争调 小林对于父亲的出轨 带有很重的孩子脾气 夜晚 小林接到公司电话 社长由于去了外地 现在有一个紧急的工作 只能让她一个人 完成入恋仪式 当晚的工作 小林表现得很出色 第二天 得到了百合子的夸赞 小林在办公室 与百合子闲聊时 知道了百合子 为什么会入这一行 年轻时离开家乡 做每一行都做不好 后来到了一家小酒馆 不久 老板娘也就去世了 看到社长纳官 想到了自己死后 有人纳官就好了 于是就跟随了社长 小林在街上看到儿时的同伴 亲戚的和他们打招呼 却遭到了朋友的嫌弃 朋友劝告小林 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回到家的小林 看到美香正在看电视里 播报的小林 当模特入恋的视频 小林急忙解释 这是一个误会 美香和之前的反应不同 之前做任何事情 她都会支持丈夫 这一次 美香无法忍受这件工作 她认为十分羞耻 劝丈夫换一份工作 小林经历过那么多仪式后 她爱上了这个行业 所以 她拒绝了美香的这个要求 一怒之下 美香离开了小林 接下来的日子 只剩下小林一个人 孤独地活着 情场是已 事业上也没有得到 什么好的结果 她带着沉重心情 为死者入恋时 因死者的母亲情绪 比较波动 把死者生前的过错 甩到小林身上 引起了死者家人之间的争吵 还骂小林的工作是在赎罪 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下 让小林决定辞职 小林去找社长 却被邀请吃烤 喝醇鱼子 社长告诉她 自己是如何踏进这个行业的 九年前 社长的妻子 因癌症去世 社长希望她 漂漂亮亮地离开 于是 妻子成为她第一个入恋的人 从那之后 便长期做了这个行业 影片再次回到一开始 小林为男人画女人的妆容 完成了死者最后的心愿 得到了死者家属的尊敬与感谢 圣诞节小林在公司和社长 百合子一起过 小林为他们现场演奏大提琴 这让社长和百合子 都陷入了深深的忧伤当中 小林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为不同的人入恋 逐渐 她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工作 也越来越专注 突然一天 小林工作结束回家 发现美香竟然回来了 她很是开心 以为是美香接受了她的工作 没想到是美香怀孕了 美香劝说小林 为了孩子放弃入恋时的工作 就在这时 小林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说是早堂老板娘去世了 要求小林来为其入恋 听到这个消息 小林二口很是伤心 入恋一世 由小林非常庄重地 操作了每一个步骤 尽最大努力 还原了老板娘生前的美丽 老板娘的儿子跪在一旁 痛哭流涕 让人很是心痛 美香第一次看到丈夫 作为入恋式工作的过程 眼前这个熟悉的男人 在当下竟然会如此神圣 或许来说 小林是生和死界限的引路人 不管死者生前做过什么恶事 小林都会让他们 以最美的姿态 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死者可能看不到 但这会是家人印象 最为深刻的回忆 家人会永远记得 亲人是很快乐 很开心地离开 小林为死者带去最后的美丽 为老板娘带上 他生前最爱的黄丝巾 并让每一位前来送行的人 为死者擦拭面颊 和老板娘做最后的道别 为他火化的人 就是经常去早餐洗澡的老人 老板娘的儿子来到炉前 做母亲最后一程 老人告诉他 人在死前会有预感吗 老板娘过圣诞节时 希望和老人一起将澡堂办下去 或许是因为他火烧得比较好的缘故吧 老人突然明白 在火化上工作了几十年 待得越久越是相信 死亡是一扇门 他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而是穿过它进入另一个阶段 而他作为守门人 就是送他们穿过那扇门 对他们说声 路上小心 我们后会有期 说完后 老人悲伤地按下了开关 顿时火光四起 老板娘的儿子 哭着对妈妈说着对不起 对自己之前卖掉澡堂的事情 很后悔 他只顾着自己的想法 没有体谅到妈妈的用心良苦 工作结束 小林带着美香来到了河边 他捡了一块石头送给美香 说是自己找到了相信石 将它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 传达心意 就像当年父亲送给小林那块大石头一样 一定要相信 把石头交给你的人 但对于父亲 小林还是很生气 当年 明明说话要每年送给小林一个石头 最后 却只拿到了一个 对于父亲抛弃家庭 抛弃他 十分的痛恨 老板娘入恋之后 美香也开始理解小林 和小林过着平静的生活 在一个下午 美香收到了小林父亲去世的消息 并告诉了小林 但他并不打算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同时白盒子劝小林去见父亲 白盒子告诉小林 自己也因为出轨 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小林问 为什么不去看自己的孩子呢 不想吗 白盒子告诉他 很想 但是不能去看孩子 他知道 自己的错 用一辈子都无法弥补 对儿子的伤害 他请求小林 去看父亲最后一眼 不要做出后半生后悔的事情 即使表现得非常痛恨父亲 小林对于父亲出轨 终不过是孩子气罢了 这就好比 自己被父亲错怪 不愿理会他 表现得很生气 内心却一日期待父亲能来安慰自己 自己则可以抓住机会 好好训斥父亲一顿 说到底 不管你多大 就算你已经是爷爷辈分的人 在自己的父母面前 你依旧只不过是一个孩子 而你所有表现的坚强 一旦见到父母 所有的压力和痛楚 全部都会得到释放 父母就是这样的存在 永远都是把你当做孩子的人 最终 小林还是见到了父亲的遗体 她的心情十分复杂 这么多年 甚至已经记不起父亲的样子了 颤抖的双手抚摸着父亲的脸庞 努力回忆起小时候和父亲 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当活化的人来了 他们并没有入恋仪式 十分粗鲁地对待父亲的遗体 小林大声制止了他们 美香告诉他们 自己的丈夫是入恋师 怀着敬畏的心情 小林用神圣的仪式 为父亲画了最美的妆容 在小林为父亲入恋的时候 小林掰开父亲紧握的手 从里面掉出一块石头 看到石头 终于安耐不住悲伤 原来父亲还记得自己的 从来没有忘记过 这块小石头和大石头是一对 大的代表父亲对小林的信任 小的代表小林对父亲的信任 大的给了小林 小的给了父亲 一幅幅画面不仅涌上心头 父亲的样子 也在小林的记忆中 逐渐清晰起来 小林流着眼泪喊了爸爸 最终 就像父亲曾经将石头传递 给自己一样 是爱的传递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日本经典影片 入恋时 通过入恋时 这个特殊的行业 来看待日本民族的生死观念 正如影片所说的那样 死亡是一道门 跨过这道门 就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 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点 或许孕育着新的生命 出生 成长 死亡 再回到出生地 是生命的轮回 这部电影虽然讲出的是 关于死亡的 但却没有一次的恐怖 该片所带来的情感 如同溪流一般 缓缓地深入你的心 当你发现时 已经是那么的强烈 这是一部非常温馨感人的电影 老油条 我是温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